这本是一把袖盾的废弃十字架 可他却成了杀死食人魔的利人 十字架被发射了出去 他的脑袋被直接扎穿 本以为自己是不死之身 没想到却丢掉了性命 可就在这时天空中黑漆漆的乌鸦席举而来 开始围着食人魔转圈 在将他的身体包裹住后 带着他的尸体飞离了此地准备要复活他 果然经过乌鸦们持续不断的滞扰 不死杰森又苏醒 每隔五十年出来觅食的他 这次势必要带走五十具人类尸体回去休眠 很快他就物色到了第一个猎物 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直接包裹成了食材 近时候的他也瞬间恢复了体力 接下来就是要去完成自己定下的任务 殊不知这次他将更惨 此时他开始探索猎物 突然他就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一群作死的小卡拉米来到他领地探险 帽子男刚准备拍照 没想到被杰森从后面偷袭一把带走 接着是小白他被杰森直接掳走 可他不知道这次带回来的竟然是个克星 看着貌美如花的小白杰森却不为所动 只想快点干饭吃 突然外面一声枪响 直接吸引了杰森的注意 他停了下来决定先不获其他猎物 很快他就撞破窗户冲进了屋里 大胡子见状立刻开枪射击 然而子弹对于杰森来说根本不是事 他徒手直接全部挡住 随后扔出斧头展开了反击 并利用阴波弓让几人失去抵抗能力 就在他准备收网时 失去小白的小黑却冲了过去 砍向了他的手臂 趁其不备杰人拉着小黑逃了出去 这下杰森的手臂彻底不能用了 他索性一把拔掉 从尸体上再取下一只 放进嘴里就大口的啃食了起来 没过多久一条新的手臂就长了出来 他吃啥补杀的能力可不是浪得虚名 而这边的小白也趁机割断了绳子 正脱开了束缚 在爬下的那一刻却意外坍塌落落了下一层 刚好与众人会合 然而杰森已经追过来 短发妹被他一把抓住 他正脱开束缚刚准备逃走 却被杰森扔出的斧子直接干倒 其他几人见状赶紧躲进了房间 此时小白看到房间里堆放的法器心生一击 随后他手持利刃退到了门外 等杰森靠近时他跪了下来 然后解开腰带将利刃放了上去 再将自己的伤口漏了出来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张开了双臂 杰森见状拿起利刃再一把将机举了起来 就在他被小白的伤口吸引时 此时的小白开始了行动 他将藏好刀插在了杰森的额头上 接着他又拿起法器扔向了杰森的眼睛 这下杰森的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 痛苦的他只能不断的哀号 看来这次觅食又失败了 他再次将自己包裹了起来 等待五十年后他会再次出征 那 分 感谢观看